好 不过在国旅的部分呢 疫情逐渐趋缓大家闷了两个多月 许多人纷纷走向大自然调整身心 而今年的南投星空记13号就在河欢山举行 由鹰鲜座流星雨打头阵 高海拔关心景点成为了活动一大亮点 虽然天气不太稳定 但还是有好多天文迷和游客上山追星 随着悠扬音乐心情也跟着放松许多 等一会雨停了还可以坐在草地上 欣赏美丽夜空 我知道我们的暗空公园刚通过国际的认证 我非常喜欢音乐 所以我就邀请我的先生一起来欣赏 这样一个难忘的夜晚 尽管天气不太稳定 但游客依旧上山想碰碰运气追流星 今年南投星空记系列活动13号晚间在河欢山展开 正值应先做流星雨最佳观赏期 吸引不少天文迷上山提前度过浪漫气息 南投有很多很好的关心环境 包括三菱西包括日月潭 这些地区都可以来看到很美丽的一个星空 南投县府在河欢山暗空公园 打造出全国第一个国际级关心平台 不过这只是起点 今年活动将陆续在西头清净农场接力举行 随着人潮逐渐回流 也让附近餐厅业者跟着受贿 大火快炒加入走层塔 马上就能成盘上桌 游客闻山而来 清净的特色餐厅 人潮络绎不绝 谢府和周围各个店家也做好防疫措施 要提供旅客安心的出游环境 点赞我们才能够报道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我们下期见